鸦片乃是一种毒品 能够让任何一个人为其疯狂 其整个国家家庭不顾 为了得到鸦片多少人失去了生命 清朝为何会衰败着如此厉害 只因鸦片的存在 让整个国家民不聊生 士兵吸取鸦片 大臣吸取鸦片 战场之上出现这样的一幕 该拿烟枪 还是枪好呢 近代的毒品越来越多 毒品的出现祸害了太多的年轻人 祸害太多的家庭 亚洲有一个这样的地方 金三角乃是盛产毒品的地方 当地居民都是种植因素维生 当地政府根本就管理不了 他们制造的毒品销售全世界 死人乃是他们的大佬就是昆沙 他在那个地区都会换一个名字 他的祖籍乃是云南省 中文名字乃是张奇夫 在金三角这个地方 他算是只手遮天 那个时代乃是毒品最盛行的时代 他掌控了整个金三角所有的毒品交易 号称世界第一大毒贩 也是美国最大的敌人 因为他时常运毒去美国销售 只要是见过他的人都不敢相信他乃是毒贩 就跟一个读书人一样 但是做事跟他的外貌相差实在太远 虽然他没有什么文化 或许他向往读书人 对于读书人非常的尊敬 这就是他的悲哀 如果他读好书 就不会走上这条道路 曾经的他这样讲述 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允许自己手下吸毒 如果发现吸毒立即将其处死 他曾经非常痛恨毒贩 因为毒品带走他的母亲 如今他却贩卖毒品 虽然最终昆沙还是向政府投降 晚年的他这样讲述 中国乃是受到毒品毒害最严重的国家 虽然我贩卖毒品 但是一生都没有向中国销售一点毒品 张其夫一生经历太多 晚年竟然离奇死亡 一大毒贩最终退出历史舞台